就在这个时候 曙光队的教练找上门来 带着钱 我觉得这是老天赐给我女儿 唯一的机会 不管是什么愿意 在这个时候 你入了曙光队的阵营 你怎么对得起国家的栽培 人民的期待啊 师父 我扬言就是入了曙光队 我也不可能做对不起 我们队伍的事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师父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您老清理门户吧 你这个傻孩子 你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师父我帮不了您 只是我都无能安 我怎么能够还忍心把你逐出师门呢 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清楚 由于你加入了曙光队 让你的师弟师妹们 他们的立场很为难呀 我明白 所以师父 我决定让这女儿 从我手里拿走金牌 对 就让她替您把我这个不孝的徒儿扫地出门 从此以后 你们和杨爷再也没有瓜葛 和我身上背负的败国贼的骂名再也没有瓜葛 但我还是求你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对这鱼保密 如果她知道 我从一开始 就完全没有想赢的心 我怕她会下不了这个烧 就让她打心眼里 恨我 唾弃我吧 只要上了剑道 她才能毫不犹豫 义无反顾地战胜我 这就是孩子最后的请求了 女儿 女儿 那你妹妹呢 你妹妹的病好些了没有 妹妹 妹妹虽然 你开始手术很顺利 但最后 还是心脏病复发 也 我现在是我们家 唯一的毒苗了 这些年 你很不容易 但是你放心 既然回来了 就会 你会成功 我会成功 由于我爱的人 吃完了拍背屁股就走 留下老子们收拾 太不像话了 你呀就别抱怨了 这虎子和紫辰不是你赶出去 让他们约会去的吗 小枫也是你赶出去的 说让他去训练 说让他去训练 你得跟我抱怨谁呢 行行行 是我不好 下回我记得让他们收拾干净的再走 茶泡好了 下午全管没客吧 啥意思啊 现在知道感谢我了 当初要不是我冒着 被你手撕的危险 让小枫去学见 哪会有今天 现在啊 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小枫也是刚过了 能进比赛场的门槛而已 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你拉倒吧 你自己天下无敌 不知道凡人的艰辛 一般的人 如果想达到上场比赛的水平 那得退多少层皮呀 小枫这才学了不到一年 不错了 我要不是看好她的能力 也不会支持她血极剑 说得好听 当初刚知道那会儿 气得你差点犯下人轮惨剧 我可没听你赞成过啊 喝茶喝茶 等着瞧吧 小枫一定能给扬言带来荣耀 属于死亡华尔兹的时代 又回来了 好 请问一下你们 那个 喂 祖师爷 你好你好 这个是我爸让我给您的 爸王别鸡汤 还有老酒 谢谢 谢谢 子枫 我给您介绍一下